欢迎收看味道 我是孙迅 广袤无垠的黑土地和中国第三大河流黑龙江 共同孕育出了这里丰富的自然物产 那么在这样一个边陲小城里 当地人又有怎样独特的家乡美食呢 赶紧跟我去调查一番吧 嘉音县地处黑龙江中游右岸 整个小城一江而建 从黑龙江获取的余仙食材 是嘉音人餐桌上难得的美味 但如何捕鱼 当地人却有自己的规矩 出船的先后可能会影响鱼货的数量 为了公平 每到捕鱼期 当地人就会用抓鸠的方法来决定出船顺序 杨广军大哥抽到第二个出船 跟他约好时间 我要亲眼去看看这黑龙江里的鱼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杨大哥 您好 抓紧了 就等你了 是吧 那出个吧 咱这就要出去捕鱼是吧 对对对 这江面上太美了现在 感觉就仙气飘飘的 真是早上有雾是吧 对对对 好 现在一个季节一个风景 来看吧 好嘞 我上来了 但是有点冷啊 这江面上景色也太美了 就跟仙境一样啊 我感觉咱们现在就是腾云驾雾那种感觉 是不是 对 那咱们今天在哪里下网呢 咱们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了 从这太平岛套头开始撒网 等到下边这个部分 500米以后再起网 那你要等多长时间这个 大约也是撒网到起网也是半小时时间 那还是比较快的是不是 对 黑龙江流域水量丰富 耳料充足 是鱼类生长的天堂 杨大哥告诉我 在江中心捕鱼非同寻常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在下网的时候 站位和节奏至关重要 咱们是从里边往矮边开始撒 对 退合脚在撒网的时候 必须退到网后 防止网绳缠到脚上 把人拖入水中发生危险 咱这个网快撒完了 然后也到岸了 网嘛 它撒了以后 两边又大 中间又小 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包围圈 给它圈起来 圈到一定位置的时候 开始起网了 就起到有没有鱼 就这时候能看见了 所以其实不用等太久 都在里头了 有没有的话是吧 对对对 好的 咱看看咱今天这第一网怎么样吧 行 过一会儿 杨大哥开始收网 说来就来 这是鲤鱼 咱这儿是叫鲤拐子 又来一条 这也是鲤鱼吧 也是鲤拐子 大哥 咱这黑龙江鲤鱼 跟其他地方的鲤鱼 有什么不一样吗 首先味道就是不一样 没有土腥味 这是咱们江底全是沙底 所以就没有泥腥味 对对对 还有颜色上发黄 发黄 发黄色的 咱们这地方产的鲤鱼 就是黄色的 但是养殖鱼或者什么鱼 它是发青色的 哦 杨大哥告诉我 因为佳音东长下短 水温较低 所以黑龙江里的鲤鱼 生长周期长 口感紧致结实 皮酥肉嫩的干煎江鲤 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家常味道 然而我们这一往 不光打上了鲤鱼这样的餐桌常客 还偶遇了一种难得一见的神秘鱼类 那又是什么呢 诶大哥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咱们所称的鲜鱼 鲜黄鱼 这个是保护鱼类是吧 对保护一级保护动物 这是幼苗 就是说咱们 无论是幼不幼苗 或成鱼都得放生 头一回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这鱼 发现它长得真的是太漂亮了 你看这个眼睛都在发光的感觉 但是它真的是特别珍贵的水生鱼类 所以咱们一定要保护它对吧 走吧 循黄鱼十分珍惜 国内现存的野外种群 几乎只在黑龙江流域繁衍 这是咱们水中的活化石 也是咱们保护的重点鱼类 是我们跟大自然的约定 我们跟大自然的约定 它不光是一种规定了是不是 对是约定 靠水吃水的人更加懂得自然馈赠的珍贵 佳音人对黑龙江里的物产更是充满敬畏 那么当地人会有怎样烹制江仙的秘籍呢 不绕美丽的通龙之乡 这位歌声悠扬动听的大姐名叫杨东梅 自小在江边长大的她 对江鱼的制作颇有心得 在她这里 我能找到什么地道的佳音味呢 好 我进来看看 来 好好好 看看咱这都有什么鱼 这是鞭花 黑龙江里的鱼是三花五螺十八子 对 我这说法 然后这里是鞭花刺少 炖着吃的时候快了一夹 上面的肉然后往下一撸 然后基本上就是到嘴里的全是鱼肉 杨大姐告诉我 鞭花是和经典的东北铁锅炖 燃烧的柴火把整个铁锅都纳入了加热的范围 让鞭花在锅中享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热量拥抱 这时万万不能少的就是再往锅边上贴上一圈饼子 把东北范直接拉满 除了鞭花 狗鱼也是黑龙江里的美味 鸡肉结实的狗鱼做成鱼干后 不仅更容易保存 风味也更加浓郁 然而除了大鱼 捕鱼的杨大哥也收获了不少小杂鱼 如何把它们做出滋味才是需要真能耐的 那么杨大姐又会用这一大盆小杂鱼做出哪种美味呢 这小杂鱼是准备要炒鱼毛的 因为太小了 然后呢就是要是储存的话 就是给它那个炒鱼毛 这个毛到底怎么炒呢 咱第一步先要做什么 第一步先炒个糖色 在我印象当中东北菜好像不太常见 说先熬个糖色这样的 这个本来糖它就是提鲜的 对啊但是为什么要熬糖色呢 最后加点白糖不行吗 那不行 它不粘稠 而且它颜色也不行 对主要还是颜色会更好看一些 对颜色对 炒到什么程度 好嘞 下了 料汁与热油相遇 激起一阵浓香 这碗调料是杨大姐提前用酱油 蚝油 葱姜和辣椒一起调制而成的 将小杂鱼投入锅 让它们充分吸收料汁的咸鲜滋味 为啥叫鱼毛呢 就是因为它特别细 然后口感很松软 所以说呢 这爸妈他们过去的老爸人 就管它叫鱼毛 现在这一步是炖 然后等到鱼炖熟了以后 然后这个锅底下一直有火嘛 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水泡干了 泡干了以后呢 它就变得很粘稠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就一个劲翻炒 越炒越松软 小杂鱼们沐浴着沸腾的汤汁 大柴锅再次发挥优势 热力均匀柔和 让汤汁迅速进入鱼肉中 随着水分越烧越干 鱼肉也变得软烂 但杨大姐说 想让鱼肉变成毛的状态 就得不停翻炒才行 这个香味真的是越来越浓了 是 而且你看刚刚一条一条鱼 到现在你看越来越接近 那个鱼毛那种状态 是 真的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是 而且现在我感觉已经到了那种 变粘稠的那种状态了开始 是 这种做法呢 为什么要把鱼做成鱼毛呢 鱼肉打着小鱼 然后就会这样的去储存 好 它的眼耳下的也很高 对 所有的鱼身上的东西什么都没流失 精华 对 精华都在这里了 在不断受热中 鱼肉中的水分逐渐蒸发 留下干燥的鱼肉纤维 杨大姐告诉我 从开始炖鱼到炒成鱼毛 大概需要两小时 中间不能离人 只有花费时间和精力 才能让江中不起眼的小杂鱼 花生一道饱含制作者心意的美味 炒好的鱼毛松软酥香 连鱼刺也脆到可以直接嚼着吃 丰盛的鱼窑陆续出锅 杨大姐叫来了邻居家捕鱼的杨大哥 分享这黑龙江里的美味 鱼毛卷煎鱼 就放里头 美味 抹馒头 夹的馒头里边吃 更香 那煎饼好好吃 是不是 那煎饼是有点甜甜的味道 然后再往里嚼 就是鱼毛那种鲜香味 这是咱们今天打开的鱼 对 今天是干煎了一下 对 干煎一下 煎过之后 它那个表皮还是酥酥脆脆的 酥香的干煎鲤鱼 经典的铁锅炖鞭花 还有独具创意的炒鱼毛 虽然不同鱼有不同吃法 但都彰显着东北菜豪爽的特色 辛苦捕鱼用心制作 黑龙江的馈赠变成美味 呈现在餐桌上 让佳音人的生活 像这鱼窑一样充满滋味 接下来我们要去见识一下 佳音人能把一张简单的干豆腐吃出什么花样 要想把东北名菜 干豆腐炒尖椒做出好味道 需要怎样的炒制密集 鲑鱼 培根 五花肉 干豆腐会如何跟不同食材搭配出美妙滋味呢 每天凌晨三点 张显娟一家人就会起床 开始制作干豆腐 虽然辛苦 但佳音干豆腐名气大 需求量也大 让张显娟一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那么佳音干豆腐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咱们这一步是有什么作用啊 这一步是为了让豆腐 豆腐和这步离合 就是 完张接起来的时候 它就不会粘布 不会粘得那么紧了 对对对 我能来试试吗 可以 你别说啊 它虽然特别薄 但是还是很有韧劲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它有筋劲 对 你感觉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破 哎呦 这一展开你看 就是手感感觉像丝绸一样的 对对 特别滑 你完全想象不出来 它是豆腐 它是干豆腐 是不是 张显娟告诉我 佳音干豆腐好吃 离不开本土大豆 东北黑土地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 土质疏松肥沃 非常适合大豆生长 作为佳音县主要种植的农作物 大豆是当地人摄取植物蛋白的重要来源 据说在佳音城里有一位专做干豆腐的高手 自己琢磨出了数十道用干豆腐制作的菜肴 这种简单的食材究竟能被做出什么花样 还真得向这位高手讨教一番 你自己居然能把这干豆腐做成一席宴是不是 对 做干豆腐宴 对 它真的这么百搭吗 可以跟各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在做 当然了 干豆腐要百菜百搭 本身它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经过你放鱼才是鱼的味道 你放肉的味道 它不会夺味 王嘉宇为干豆腐安排的第一个搭档是桂鱼 如此珍贵的食材一般都是整鱼烹制 但王嘉宇果断将其去骨取肉 为了保留桂鱼肉紧致的口感 它没有直接剁成鱼绒 而是剁成带有颗粒感的鱼肉丁 加入盐 蚝油和水淀粉搅拌均匀 接下来这极为鲜美的桂鱼肉 又会如何跟干豆腐相遇呢 放在中间 这粘性特别大 对 特别大 全粘勺上 这大概是这一勺是吧 对 要轻轻的 要抹 对 抹匀 再来一点 第一步往上面一点 对了 之后用手轻轻地往前推 这推一下 对 推一下 再卷 继续卷 你看 这样里边它就特别 它就自己相互挤压 就变平了 对 质地紧密的干豆腐 将鲑鱼肉揽入怀抱 在蒸制的过程中 帮鲑鱼保护好鲜美的汁水 蒸好之后切成小块 淋上一层透明芡汁增加亮度 王嘉宇为其取名富贵吉祥 一道看似清淡的菜品 其实味道里藏着乾坤 外衣干豆腐充满韧劲 内里贵鱼肉鲜美无比 二者交替 在嘴里交战 互补好不热闹 王嘉宇从小就跟着身边人学厨艺 除了掌握烹饪技法 他还善于琢磨 那么在与五花肉的搭档中 干豆腐又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王嘉宇非常薄 你要给它做一种造型 你要给它系上 系成扣 我们两刀 三块 对 三块 给它卷一下是吗 对 卷一下 你卷错了 应该掉过来 是吗 对 它有这个长盒框 应该从长的这头卷 对 这样的话打结也好打 对 要不以后你打不上结 打不上结 记不上 就真的是 就它的韧性是特别足的 我以为就是我这么使劲打扣 它怎么也得可能破了或者断了 它没有 它依然好好的 是不是 完整 王嘉宇说 干豆腐能否打成一个结实的豆腐结 也是对其品质的考验 先炒糖色 超过水的五花肉一下锅 立刻就有了惹人食欲的色泽 加水后 干豆腐结前来汇合 在大约40分钟的炖煮中 干豆腐结不碎不散 尽情吸收着五花肉的油脂 最终干豆腐比五花肉还好吃 而接下来的这道菜 可谓厨艺的是筋食了 想把东北名菜干豆腐炒尖椒做的好吃 究竟有什么诀窍呢 你像我们东北 80%以上都是切成菱形片 那这个就是切菱形片 跟切长条的有什么区别 有 从口感上就不一样了 因为口感上如果说你切成另一片 因为我们打芡的时候都好沾芡 东北讲就是滋滋有味片片沾芡 那一片上面都有芡 真是 如果调的话可能真的就不方便了 切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每一刀之间都要跟它这缝对上 哦 对 这样除了它这都是菱形 您看 它对 它这个四边它是平行的 对 这个角 钝角特别大 对 然后那个锐角特别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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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对 为了保证美观 尖椒也被王嘉宇切成了大小一致的菱形片 他告诉我500克干豆腐放100克尖椒 是他多次尝试后得到的口感黄金比例 先把干豆腐煮到柔软 尖椒下锅后时间不宜过长 要保持它清脆的口感 接下来最重要的时刻到了 干豆腐炒尖椒能否成功 就在此环节 大约我们要勾三次芡 勾三次 为什么要勾三次 因为一次勾的芡水非常硬 粘糊菇这种感觉 一大盒 是不是 一大盒 对 对对对 不好 这个时间地边芡水已经不了 我们再少来一点点 好 分三次 对 分三次 让芡汁完全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干豆腐 是干豆腐炒尖椒的精髓 不辣 不咸 但却是佳音人心中完美的下饭菜 哎呦 这欠打的真是特别爽滑 对 但是又不会觉得有那种 呼嘴的感觉 对对对 从一颗圆润的黄豆 到一张柔软的干豆腐 在佳音人的巧手烹饪下 让普通的食材有了不普通的吃法和味道 猪脑花和猪肺能在俄伦春族人的手里 变身成哪种美味 哪种神秘调料能将手把肉炖出独特的味道 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俄伦春族 会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色美食呢 佳音县境内不仅有黑龙江川流不息 还有美丽的小新安岭 山水相依的美景 也为当地人带来了独树一帜的美食 乌拉嘎镇圣利村是俄伦春族的聚居地 村民会经常聚在一起 想着如何用特色民族美食吸引八方游客 助力乡村发展 要创新 要保鲜豆 在保持原生派的那个东西同时 再进行创新 是吧 来游客要有玩的 要吃的 说说这吃的 首先就是咱们民族自己的特色饮食 那就是首先手把肉 对吧 肉干啊 茶来做这个 今天小儿子吃那个烧骨罐 到时候等他整点骨罐 整的时候火就烧点骨罐 杨福菊从小跟着母亲 学会了不少俄伦春族的传统美食 他告诉我 俄伦春族的先民早年间 都是在山里过着狩猎生活 所以在饮食上比较注重就地取材 追求原汁原味 这一次他跟丈夫王勇要做两道拿手菜 请大家品尝 首先登场的就是重量级的手把肉 那么俄伦春族人制作手把肉 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那手把肉 其实就是在这个清水里炖一下 就可以了 对 给它炖熟 咱们看看这里头有什么呀 有好多部位的肉是不是 对 这是什么 这是羊腿 这是羊腿 这个呢 这是猪排骨肉 这是猪排骨 咱们是这个羊肉跟猪肉一起 在山上打猎的时候 打着猎物呢 也有很多品种的 都得给一锅 糊了 好 直接就带走了 杨大姐告诉我 手把肉要想好吃 一是要冷水下锅 二是要忘火急煮 三是必须加俄伦春族人 独特的炖肉蜜料 山花椒 所谓山花椒 其实是五味子的藤精 它的气味类似花椒 厄伦春族人在山林生活时 就会就地取材 用它为食物去腥提香 而眼前的这口大吊锅 也是杨大姐的宝贝 是从老一辈人手里传下来的 这叫吊锅 那像这种吊锅的话 是过去那个时候 他们打猎的时候都会带着吗 嗯 必须得带 嗯 在我小时候印象中呢 我父亲上山打猎的时候 嗯 都带着什么锅 还有一个向上吃饭的 一个小盆子 走到哪儿 吃个架 锅饮料都可以做半餐 还真的是啊 特别方便 就适合就是鞋带着走 是吧 对 杨大姐说 厄伦春族人喜欢吃具有丝扯感 有嚼劲的肉 短时间的炖煮 不仅能保留更多肉本身的汁水 还不会让一些方向物质完全挥发 能让肉的味道吃起来更香 这边的手把肉要炖煮一小时 那边杨大姐要制作一道非常特殊的厄伦春族传统食物 她先将猪肺 猪脑花清洗干净 然后先将猪脑花煮到全熟 再将猪肺和猪里脊肉煮到八成熟 杨大姐这究竟是要做什么菜呢 看这里头还有红盆的 对 到底要做什么这道菜叫什么呀 叫阿苏那 一听就知道是厄伦春族的语言 对 老人们一直都这么说 先要是切这猪肺 对 不要切细片就切大片 这个阿苏那这道菜您是跟谁学的呀 跟我母亲学的 在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还可以善善去打猎 当把猎物打回来以后 没有冰箱冻 只能在锅里糊 糊熟的 糊熟以后呢 我妈妈就说 我给你们做个好吃的 然后就用这个肺子 还有鲤鸡肉 还有脑 给我们做的这种 猪肺切成粗条 鲤鸡肉撕成与猪肺粗细 差不多的肉条 杨大姐的操作 让我实在猜不出 她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个猪脑咱们去 给它捏碎 捏碎 捏碎 跟它们拌到一起 哦 这手感 它就相当于是一种酱一样 我感觉是吧 把它们都糊在一块 杨大姐说 鳄伦春族的食物 都追求简单便捷 不注重造型 山林里野生的韭菜花 用盐腌制后 可以长期保存 是当地人的家常做料 将猪脑花 猪肺 鲤鸡肉 充分抓匀后 下锅快速翻炒 激发出一股奇妙的香味 既有肉的油脂香味 又有韭菜花的清香味 我非常好奇 这道菜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 尝尝 尝尝啊 它行 没有任何的 你觉得不舒服的味道 它外面啊 包裹的那一层 绵绵的那个猪脑的 猪脑的那个口感 就吃起来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 咱们的手把肉 看来啊 这是咱们的特色菜 这块应该是羊肉 应该是羊肉 猪肉 猪排 是猪排 对 我以为它是羊肉 是因为其实现在 这个猪肉里面 有点那个羊肉的味道 羊肉的味道 对啊 所以我以为这样 但是口感吃起来 那又像是猪肉丝的 对对对 是吧 无论是猪脑花炒猪肺 还是手把肉 淳朴的厄伦春族味道 让人充满好奇 印象深刻 高高的新南林 天大森林 森林里住着 勇敢的厄伦春 唱着熟悉的厄伦春族歌曲 吃着地道的民族风味 厄伦春族文化 就这样潜移默化的 被记忆和保存下来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看恐龙品美食 让边陲小城嘉音县文明辖尔 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圣地 地处黑龙江沿岸 鲜美多样的鱼窑 就成了嘉音人招待兵棚的主打菜 老街两旁鱼馆名利 各家师傅都有独门烹鱼招式 其中有一个人很特别 从开店的第一天 珠宝金就亲手制作所有菜品 自己既是老板 也是店里唯一的掌勺厨师 基本上每天工作18小时 就在别人都想着 怎么把鱼做出鲜味的时候 他却琢磨出了一道 以臭味为特色的鱼窑 那究竟是怎样的神秘做法呢 这是我们嘉音的最大的市场 主要经营是山货还有江鱼 对我看好多有卖鱼的 是不是对 你好老板娘 你好你好 好多的鱼啊 你好大家 您先别哭谁说 让我来认一认啊 我觉得在这应该也能认识一下 这是咱叫熬花是不是 这是边花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鱼 红尾鱼 红尾鱼 这是尾巴 这是红的鱼 红尾鱼 咱今天要挑点什么鱼呢 挑奥花 挑最好吃的鱼 我看这鱼你看颜色啊 这花纹有深有浅的 这是为什么挑 鱼的年线不一样 时间越长越深吗 对 时间越长越深 那像这条鱼肯定就是 要稍微老一点 对对对 像这条鱼肯定就碎入小一点 对对对 鱼鱼完整它就特别新鲜 炖的话要是老的好吃 就是深一点 对深一点好吃 但是要是尖的话 还是小的好吃 是不是会深一点 对对对 嘉宾人所说的熬花 其实就是鲑鱼 凭借只有一根主刺 和能让人大快朵鱼的蒜瓣肉 鲑鱼成了淡水鱼里的明星食材 干烧桂鱼是嘉宾人最喜欢的吃法之一 鲜嫩的鱼肉在高温油炸中立刻绷紧 形成漂亮硬实的造型 然后放入调好的汤汁里小火慢炖 等汤汁逐渐烧干 鱼肉中就浸满了复合的滋味 咸鲜十足的干烧桂鱼 是一道老少皆宜的下饭菜 那么珠宝金如何把鲜美的桂鱼做成臭鱼呢 大哥 这屋什么味儿啊 你闻到没 闻到了 这儿 这是臭豆腐吗 东北的臭豆腐 就是这味儿 先尝尝尝 尝臭豆腐啊 对 你要那尝咱俩还能到十块钱 好嘞 尝一尝 嗯 香吧 闻着臭吃着香 我觉得除了咸点啊 这是咱所配的那个臭味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臭豆腐乳是东北人的又一新头号 其臭味主要来自豆腐在发酵过程中 蛋白质发酵产生的硫化氢 银朵和部分具有臭味的氨基酸 朱宝金说 用臭豆腐乳来做臭鱼的灵感 来自安徽的臭桂鱼 他告诉我 佳音的气候并不适合臭桂鱼的发酵 但他又非常喜欢那种臭到极致就是香的味道 于是已经尝试 他终于琢磨出用食短味道好的臭鱼吃法 那么他会用什么方法将这最臭和最鲜合二为一呢 先来点香菜 又还放胡萝卜呢 对 这里有维生素B2 营养还得全是不是 它营养的 对 而且这颜色也是 这个是咱们这套最烟鱼和做鱼最出名的 拔好 这就是那个霍香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但是咱霍香一般就是做鱼就放叶子 咱们这连上面就碎一个 这个是腌制的 腌制的时候就把这个籽 这个碎花都放在里面 主要是取它那个味儿 这里的味儿 西红柿 芹菜 青椒的陆续亮相 让我误以为这是要做一个田园大拌菜 除了加盐 白糖 胡椒粉 这些基本的去腥入味的调料 珠宝金又拿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酱料 这里面又藏着什么文章呢 咱们为什么要放这个蒜蓉酱 因为咱们平常炖鱼的时候也放这些去爆锅 就有那个蒜香味 对对对对 然后又有辣辣的味道 下面还要放什么 花生酱 花生酱 对 花生酱 我真真觉得跟这些完全不搭 怎么会想到 吃到嘴里边一种香香的感觉 有的那种椒汁的臭豆腐里面 也会放一些花生碎 对对对 咱们现在直接放花生酱 花生酱 对 放花生碎不好整 一炸糊了 还真的是 最后咱们放这个臭豆腐 练这个蒸汁和这个臭豆腐块 所谓一高人胆大 看着珠宝金这么大胆的调味方式 我不禁好奇 这一盆腌料究竟能碰撞出什么味道 你可以尝尝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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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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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这种香味啊 你就觉得正合适啊 真没想到 这些看似毫无交集的食材和调料 竟然碰撞出了鲜香清爽的味道 在桂鱼身上打出花刀 然后用腌料反复搓揉涂抹 最后淋上色拉油封住水分 腌制24小时 丰富的料汁浸入鱼肉 形成独特的味道 那么珠宝金又会用什么方式 把臭鱼做成佳肴呢 这油温是几层热啊 六七层 六七层 大概要煎多长时间啊 15分钟左右吧 这一煎啊 你立马觉得 这是原来那个臭味 现在散发出来都挥发掉了 对 然后你再闻就是那种香味了 香味 用极致的臭制作极致的鲜 这是珠宝金对佳音鱼窑的另一种理解 也是他吸引顾客的一招鲜 这是那种就是很浓郁很丰富的一种 很丰富的鱼的肉质 香味 对对对 但是它是蒜瓣肉 蒜瓣肉 所以那个肉质是比较结实的 是吧 对对对对 觉得你爸手艺怎么样 人间美味 人间美味 爸爸在旁边乐乐 那真是 哈哈哈 一道尖臭鱼 让我见识到了佳音人烹鱼的大胆和巧思 善于求心努力打拼 是珠宝金在同行竞争中站稳脚跟的方式 也是为妻子和孩子创造更好生活的途径 对佳音人来说 除了从黑龙江里获取江鱼 在朝阳镇永安村的东湖里 还能捕捞到身强力壮的大家伙 硕大的鱼头里藏着什么宝贝 南方酸菜配东北大鱼 佳音人究竟还有哪些烹鱼秘籍呢 要想得到答案 我们就得先跟着烹鱼高手鱼苗 找到大鱼再说 就是多少大小的事儿了 是吧 您觉得能有多少 基本上鱼问题不大 如果大了呢 上来得有五十斤 四十斤的 小的也得十斤左右 余大哥说 东湖的行程与黑龙江江水倒灌 和附近山上的积雪融化有很大关系 因为这里地势较低 就像一个天然的网兜 将进来的鱼收入囊中 水的流动也给东湖 带来了更丰富的饵料 让这里的鱼长得健硕肥美 然而天宫不作美 湖面上起了风浪 为了安全起见 余大哥说 我们不能上拉网船了 只能看着专业捕余大哥来收王 我有些担心 在这大风大浪里 大哥们能安全地有所收获吗 上鱼了 上鱼了 好大鱼 这条鱼得有二十多斤 我看着都有这么长 而且它有劲 它的活性特别大 是 它劈啪撞击这个声音 又来鱼了吧 这边里头都是大鱼是吗 感觉 对 它是上面通江 下面通河 而且这边环山 它这个生活的资源特别好 比如说别人长到五十斤 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 这种可能五年六年 都长得很大 看着一条条大鱼跃出水面 大家终于松了口气 余大哥赶紧带我回到岸上 准备挑选一条大鱼 晚上犒劳辛苦的捕余大哥 每一条都什么大得 感觉快一米了 这条鱼就三五斤 今天就整它了 好嘞 花莲的学名叫做雍鱼 因为鱼头较大 所以在有些地方 也被俗称为胖头鱼 或者大头鱼 余大哥就住在东湖岸边 平时打理着自家民宿 出自它手的美味鱼窑 就是生意红火的秘诀 那么这条 重约十五千克的大花莲 会被无鱼不宽的佳音人 做出什么独特味道呢 在做鱼之前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自然生长的鱼 它的每个鱼鳍 都是这种尖的 就是很扎手的那种 对 是吧 养殖这种鱼呢 它会长期在它的 有定的范围内 它总在思维水面有 它就把这个地方 就磨成椭圆的 就是它撞到这个池子边 它就慢慢慢慢就磨掉 果然是很实用的 一个小结窍 我知道这个鱼大 这里头能吃的 是不是也多 最好的地方就是这鱼脸 全都是胶原蛋白 这个像果冻一样 这个是什么呀 这就是鱼头里边的一块肉 叫鱼云 它那个形状 跟那个螺旋似的 花莲鱼头不仅大 还藏着丰富的营养元素 余大哥所说的鱼云 其实就是鱼腮旁边的螺旋肉 富含胶质 蛋白质 卵磷汁和不饱和脂肪酸 口感非常滑嫩 那么余大哥会用什么方式 烹制内藏宝藏的鱼头呢 这个是农家酱 咱东北的大酱 对 这个下下去啊 那才是真正地道的东北味 是不是 对 主要指这个农家酱 酱料就像一位魔术师 能让食材呈现出千姿百味 彰显着一方人的饮食口味 余大哥为鱼头挑选的入味法宝 就是东北大酱 它不仅能调节咸度 赋予食材发酵的酱香味 还可以补充植物蛋白 让鱼头鲜上加鲜 在大约40分钟的炖煮中 鱼头中的胶质逐渐溶解在汤里 鱼云也改变了最初果冻般的质感 变得绵密软滑 除了炖鱼头 东北大酱的浓重味道 还是给鱼杂去腥提香的秘密武器 鱼大哥选择用豆腐跟鱼杂一锅炖煮 掩盖鱼腥 我们用的是酸菜鱼 但是我发现咱们用的酸菜 好像不是咱们东北的鸡的那种酸菜 白菜做的酸菜是不是 对 为啥 东北的酸菜 主要是它味道比酸菜口重 炖鱼 体验不出鱼的鲜味 但我们要是做东北杀猪菜 炖猪肉 猪肉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鱼尾的烹制 鱼大哥选择先用豆油煎到两面金黄 然后依次加入酱油提色蚝油增鲜 最后用啤酒代替水来炖鱼尾 不仅可以去腥 还能加速肉类成熟 保持鲜嫩的口感 一桌全鱼宴鲜美诱人 我跟捕鱼大哥都已经迫不及待 要尝尝鱼大哥的手艺了 这肉太嫩了 酸菜的酸味和鱼的鲜味 加上小米辣椒 一点点的辣椒 对 是吧 正合适 最关键还是鱼好 对 怎么样味道 红烧鱼尾 外酥底嫩 非常鲜味 味道浓郁的酱嫩鱼头鱼杂 酸辣爽口的酸菜鱼 香味复合的啤酒炖鱼尾 鱼大哥用不同的搭配方式 将一条大花帘 做出了不同滋味的鱼窑 捕鱼大哥吃得开心 就是对他手艺最好的点赞 除了鲜美的鱼窑 佳音城里的特色烧烤 也是让游客来必吃 走必想的美味 从小吃鱼长大的小笨鸡 能成就怎样的烧烤美味 用2000克猪肉 穿成的大肉串里 又藏着哪些烧烤秘籍 佳音人究竟能把烧烤 吃出什么花样呢 门口有条江 名叫黑龙江 出门有条路 是被誉为最美公路之一的 311国道 佳音段 红光乡太平村村民 每天都生活在这优美的风景画里 佳音城里小有名气的烧烤界神仙眷旅 就居住在这 我做主 我是干什么我做主 大事我说算 不过结婚几十年来都没碰到大事 招待客人都她说算 厨房做饭那边我说算 我们俩就这么分工的 韦世兰和丈夫刘文德 一起经营着农家院 二人分工明确 女主外 男主内 虽说是老夫老妻 但恩爱的甜度丝毫不减 那么老两口会有哪些独特的烧烤秘籍呢 约好伟大姐 我要一探究竟 快来快来 等你好久了 是吧 我看这都摆出来了是吧 都摆出来了 这真是 一进小院就看到了伟大姐家的烧烤武器 有老式的炭火烤架 也有新式的电动烤炉 从正式上看 伟大姐的烧烤里 肯定藏着不简单的秘密 大姐 这些食材里头哪个是最有特色的 最有特色的还没在这里头呢 最有特色的我就领你看去 果然伟大姐有自己的秘密烧烤食材 吃鱼的小笨鸡 这鸡还吃鱼呢 鸡吃鱼 因为这离江片近 那些小鱼抓回来以后就喂小鸡 这个鸡的肉质特别好 这就是咱喂鸡的食是吗 对 这伙食也太好了吧 你看有鱼有螺 还活蹦乱跳的 这就是江里头熬出来的吗 对 江里的熬出来那小鱼 鸭吃这个螺丝吃鱼啊 我觉得比较好理解 因为它在水边嘛是不是 但是咱这鸡它能适应 这个鸡从小 因为在江边嘛 从小就喂它这种小鱼 站着家门口就是黑龙江的地理优势 伟大姐连家养的土鸡 都是用小杂鱼和螺丝喂大的 这些食物里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钙 磷等营养物质 有利于土鸡生长 最佳食 这公鸡这羽毛这个很亮很漂亮 小鸡炖蘑果是东北人的家常菜 在炖煮的过程中 两种食材共同提供鲜味物质 让味道先上加鲜 伟大姐养的土鸡肉质嫩而不柴 脂肪适中入口不腻 做出来的农家版小鸡炖蘑果 深受顾客喜爱 于是老两口商量 将土鸡挪到烤架上 用顾客更喜欢的烧烤方式 将鸡肉的原汁原味展现出来 那么伟大姐有哪些烤制鸡肉的独特方法呢 这个是咱们刚抓的那只小笨鸡吗 是啊 这么黄啊 就是看着跟那个三黄鸡似的 它是吃鱼的那种 所以说就油光在亮 真的是啊 就看着就 那烤起来挺香的是吧 哎呀 一定香 一定香 伟大姐说 烤鸡吃的就是鸡肉的原始鲜香 所以用盐反复揉搓鸡肉外皮 入上底味 再将葱姜放在鸡肚子里去腥 最后刷上一层色拉油 为鸡肉保湿 腌制15分钟就可以上炉烤制 如果说烤鸡的秘籍在于独特的食材 那么伟大姐烤肉又会有哪些独门高招呢 我看这儿还有一大块 这是猪肉吧 这猪肉 一个猪身上就四斤的梅花肉 你要说这个五花肉烤串 可能我还见得多一点 但是就这种纯肉 然后穿大 是这大签子上吗 是这个大签子 这大签子大吧 对 是非常大的块 哎呀 这个这大肉串 特别香 伟大姐说 佳音地处边境 每年都会迎来外国游客 猪肉是非常受欢迎的烤品 猪梅花肉肥瘦相间 滑嫩一嚼 为了方便烤制时 肉能均匀接受炭火的制烤 伟大姐特意将猪肉 切成三角形肉块 咖喱粉 孜然粉 黑胡椒粉 辣椒粉 组成调味团 为猪肉去腥皮香 加盐入味 再打入小笨鸡的鸡蛋 为猪肉增加滑嫩口感 充分抓匀后 大块猪肉就要被穿到大铁签子上了 接下来的体力活都将由刘文德大哥完成 烤制这么大串的食材 它会有什么高招呢 哇 真够沉的 你看我这左手一只小粪鸡 右手呢是一头猪上最金贵的两千克梅花肉啊 对对 我在大姐家的农家院可是实现了烧烤自由了啊 对对对 不过呢要把它们烤得很好吃呢 还得解不来是不是 那没有办法啊 对这技术我得教给您啊 对对对 那咱们就开烤吧 这个是要放在这个大烤箱里烤吗 对对放烤箱里烤 好那怎么个烤法您教教我好不好 咱先先开始加炭 除了原生态的食材 老两口希望农家烧烤也能有诱人的味道 于是刘文德大哥曾特地前往内蒙古拜师学艺 从配置烟料到选择木炭定制烤炉 每个环节都藏着它精益求精的态度 大串炭火都已就位 如何把它们放在烤炉里 刘文德大哥也有自己的讲究 把小鸡大它烤得慢 给它放中间中间热度不大吧 把那头插在外边下 现在这头插在这 对它这头有个导链 对搁这槽里 对对了 真聪明 对对 咱中间也不用翻它 对它自己就用翻了 我发现咱们这个放这串的位置 它并不是在这个碳的正上方 感觉是错开的 这个是为什么 一个碳槽一个水槽 它俩隔开 隔开啥就是烤出的油脂 直接滴到水槽里了 便于清理 它就不会再滴到碳上 对对 这旁边是一个水槽 对对对 全部滴到这个水槽里头 对对对 如果滴到碳上之后 涂抹烟嘛 就身体不好 盖子一盖充满期待 指轮带动大串 做匀速运动 每一次转动 都预示着美味一步步走近 刘文德大哥在这儿盯着烤炉里的动静 伟大姐带我来到了她精心打理的小菜园 她说离开生菜的包裹 再美味的烤肉也会失掉几分魅力 不能连根拔 不能连根拔 对因为连根拔 它就不长了 这样它还能继续长 就匹这个叶 就直接把叶这样一叶叶摘下来 对叶叶摘下来 此时烧烤的诱人香气在小院里飘散 大约烤制30分钟 再次为猪肉大串撒上粉料 让跳跃的油脂激发调料的香气 由内而外辅助肉香绽放高光时刻 在夕阳的硬衬下 烤肉和烤鸡散发出诱人的光芒 大快朵頤的时刻到了 大肉串来咯 上大串了 看着就很香是不是 这样能包着吃 好吃 好 香不香 好香啊 一点丝牙的口感都没有 很嫩还是非常好 尝尝这个烤的鸡 开吃 我觉得烤鸡一点都不比猪肉串差 很好吃 非常非常嫩 从吃鱼长大的小奔鸡 到2000克猪肉穿成的大串 再到定制烤炉密制调料 老两口用农家食材 烤出了香叶的纯土 烤出了诚心诚意的味道 我心目中的心目上 就是每天都能吃上烤肉 想吃烤肉的时候就能吃到 要想一度真容就得先去当地的早市逛一逛 回头 回头 打扰您了 我问一下 咱们这人早餐都还吃什么呀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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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有什么 回头就是这个东西叫回头 回头 这个叫回头 早餐都吃这个 不是让我回头 是这个叫回头 对对对 它吃的好吃 它就回头再来买 这回头客 待我寻找厌赤的人还没到 我就成功被这回头所吸引 这种早市里的人气王 是让嫩江人一再回头的家乡味 为了让饼皮出现丰富的层次 师傅会反复将饼皮拉长 包裹住满满的牛肉馅 再涂上一层油酥 然后再将面饼煎至两面金黄 才能让饼皮达到酥脆的效果 但别着急 这里面的肉馅还没完全熟透 必须经过烤箱的严格烤盒 再次加热 摊位虽小 但这种独特的上煎下烤的模式 却成就了早市中回头率最高的美食 第一口下去就已经咬着肉了 就趁热吃 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 而且里面那个肉 那个汁水都往外溢 特别好吃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 为什么叫回头 就因为你吃过之后还会再来买的 每个地方的早市都集合着地道的家乡风味 如果说回头是嫩浆的特色早餐 那么这位大哥可以称得上是早市里的特色人物了 这位手不停嘴也不停的老板凭借幽默的单口相声和美味鸡蛋汉堡行走江湖 鸡蛋和猪肉末的搭配为清晨注入能量 糯米粉浆的上下锁定 让汉堡结构更加稳固 当我还沉浸在鸡蛋汉堡的香味中时 一个身影正张望着 我急着看燕赤 大哥也没来得及吃口饭 就被我硬生生拉走了 陈德龙 嫩浆城里的烧烤名人 掌握着燕赤和近半米长烤品的烧烤技法 神秘的食材究竟是什么 牛肉还没见着 我先被眼前鲜艳的西红柿吸引了 这中间的黄的是什么 苹果式的 我们都当水果吃 这个叫毛粉 是我们做菜用的 这个是一个沙的 沙那你炒 里边有沙 炒菜 是 炖江人喜爱西红柿 除了荡水果吃 用西红柿炖牛肉 也是极为普遍的家常做法 将西红柿中的汁水充分炒出 让它与牛肉来个酸酸甜甜的相遇 西红柿中的果酸 让牛肉中蛋白质的结地组织溶解 肉质因此变得更加嫩滑 营养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而用来烧烤的神秘艳赤又是什么呢 这牛肉看着很新鲜 对 我们天天 每天长得都在献杀的牛肉 昨天我告诉你 我留的艳赤在哪 对 这是艳赤 这是哪块的肉 就是胃扇下边 胃条的下边的艳赤 艳赤是牛肋骨下面 那一小块肥瘦相间的肉 陈大哥告诉我 一头成牛身上只有约四千克的艳赤 跟摊主关系够硬 才能拿到这块稀罕的肉 而接下来 他又开启了疯狂购物模式 用他的话说就是 没有什么是不能烤的 还有什么 肋铁条 还有那个象腦 有蛇什么 这好多种 好多种 对待烧烤 嫩江人是认真的 虽说什么食材都能上得了烤炉 但怎么吃材够味是有讲究的 陈大哥会有哪些独门秘籍呢 在我们这块就是把这个料汁倒到这个肉里边 三秒 三秒钟立即入味 所以就是短时间内给它腌制入味 叫爆烟 对对对 但是不会说味道太重 味道不会太重 是所有的肉都需要爆烟一下吗 这个不一定 分肉的那个位置 有腌制好的 有先爆烟的 而且还有需要有原味的 那像这个牛舌就比较薄一点 嫩一点是吧 对对对 所以要爆烟 如果要是根据客人的口味 我们可以加小葱和那个香菜 这样说那个烤 烤制的过程中 像炸锅一样的有香气 香味啊 爆烟是陈大哥为薄片食材设计的入味方式 短暂的三秒钟 让精心调制的料汁附着在食材表面 随着高温烤炉的加热 料汁进一步渗入食材机里 烤好的牛舌鲜嫩多汁 滋味浓郁 非常嫩 但陈大哥并没有选择 用爆烟的方式处理金贵的厌赤 难道他还有其他高招吗 这个厌赤好像咱们没有烟 没有烟 这个是原味 原味的 可以蘸我们自己的干料 还有软面 牛舌舌就这一块 这样可以吃了吗 这样就可以吃 但是必须配成我们这个干料 其实这种蘸干料 吃烤肉的吃法 好像也是东北特色的 对 基本上我们在家里边 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吃这么烤 好香哦 这个干料也很不错 有一点点甜 然后呢 有一点点那种咖喱的香 这个干料我们有很多 自己配的 好好吃 很多种 这个厌赤果然是口感不太一样 它会比较脆一点 它烤完就是比牛身上 别的位置 别的肉质都嫩 而且还稍微带点肥 对 它是带点肥 所以它里面那种香味会浮一点 对对对 好好吃 厌赤有筋有肉 有油花 肥瘦相间 似乎天生为烧烤而生 陈大哥相中了他的油脂感 所以没有选择提前腌制 而是利用油脂 粘附粉料来增加复合香气 自然 胡椒和茴香的组合 是烤肉的绝佳伴侣 油脂与植物的混合香气 是原始的滋味 牛舌厌赤打前阵 接下来 长约半米的牛仔骨 隆重登场 牛仔骨是从牛肋骨上 横切下来的带骨肉条 用盐和黑胡椒简单腌制几秒 沿着骨头之间的缝隙剪开 有句话叫 最香不过贴骨肉 牛仔骨的口感更加滑嫩多汁 只要还在营业时间内 陈大哥的烧烤店 永远都门庭若市 除了牛舌 厌赤和牛仔骨 牛肋条 牛心管 也都纷纷展现出 自己最优秀的纳面 就连旁边的猪梅花肉 也迫不及待地跳上烤盘 在这个火热的舞台上 尽情释放着自己的魅力 吃着烤肉 砍着大山 嫩江人的生活 就是这样安逸闲适 烧烤与生俱来的烟火器 也让这种味道更反扑归真 显得格外亲切 在距离嫩江市区 大约90千米的塔西乡 也藏着一种 独具烟火器的老味道 据说是面食和菜肴的混搭 那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家是七八代之前 签名签到这儿来的 我们都是战民的后代 那时候都是驿站 没有汽车 都是马 一载一载地做接地工作 存递信息 在这里居住的和看护的人 都叫做战人 嫩江的别称叫做 墨尔根古义站 曾经紧张艰苦的生活方式 影响着战人的饮食习惯 其中以面食搭配 不同菜肴的吃法最为常见 提起刀削面 山西人很有发言权 用特制的弧形削刀 非刀削面 已经成为了一种表演艺术 但嫩江人的刀削面 更具家常做法 用的刀也只是普通的菜刀 配上东北人最熟悉的 酸菜肉丝卤 既饱腹又美味 前一天 何彦华阿姨 已经在河里布下了捕鱼神器 说要用河里的小鱼 制作一道战人的老味道 那么面和小鱼 会有怎样的搭配 在这条小河里 又该怎么捕鱼呢 这个工具很神奇 其实它有点像地龙 但是好像跟地龙又不太一样 它比较薄一点 它应该是跟水深水浅都可以 地龙高 要是水浅的地方 就容易显露鱼 就不尽 这个浅 水深水浅都可以 这里头是什么鱼 这叫柳二 这个个头还挺小 它是从这里面进去的 是吧 对 这跑不掉了 因为这些眼它都比较小 是吧 这是用来呼吸 那这个鱼石的耳料放在哪 放在这个鱼孔的内部 放这里头抹上是吗 是 它就是战人 足迹的捕鱼方式 虽然下着毛毛细雨 但是丝毫不会影响 何阿姨的发挥 鱼屯里的柳根 也纷纷从侧边的方口 陆入桶中 东北人说的柳根 是一种理科鱼类 因为喜欢躲藏在柳树根周围 而得名 柳根体型修长 背部呈褐色 腹部偏白 细密的鳞片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么这种身材苗条的柳根 到底能成就怎样的 战人老味道呢 它也没什么肉 它能吃出滋味来吗 能 这个鱼小吧 是因为它和面 合适一起 一起 还能保护 还有味道 还有营养 它还选择不大不小的 小的呢 没法拿上手 大的呢 里边有吃 阿姨 这个小鱼怎么处理呢 您教教我 那个主手 掐着它头部 右手呢 从头部下端 这腹部呢 往后里 对啊 就这么一挤 它就出来了 对 这种方法还真的是 很方便 很简单 是吧 是的 这是从我母亲那块 传下来的 老站上人 都是这么做的 鱼再小 也得将它肚子里的内脏 清理干净 否则吃起来 鱼肉会发苦 那这么小的鱼 如何能跟面食搭配 做出好味道呢 何阿姨说 柳根可以用来熬制 鲜美的鱼汤 然后将面团搓成小疙瘩 落入鱼汤中 鱼汤逐渐变得浓稠 面疙瘩和小鱼水乳交融 成就了一道极其简单 但却美味的 占人老味道 好鲜啊 阿姨 这么小点鱼 居然能有这么大的鲜味 是的 过于老站人就用这种方式 也用这么大点的小鱼 不用挑事 吃起来非常美味 只要河水尚未结冰 一代代的占人就能补到小鱼 来享用这简单又营养的 小鱼疙瘩汤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何阿姨又拿出一大块猪板油 她说这个能跟面粉 做出更加美味的占人味道 这其貌不扬的猪板油 又能变换出什么花样呢 阿姨 咱这这么大盆面 然后还有一大块猪板油 这是要做什么呀 这是要做饼 做饼啊 那做饼为什么要用到 这么大块猪板油啊 这个是做馅的 要把它包在面里边 做馅啊 那头一回听说啊 这个做饼里边 用猪板油做馅 猪板油是猪腰附近 包裹猪内脏的整片油脂 颜色粉嫩 质地松软 用它熬制的猪油 可以加到糕点里 起酥润滑 但何阿姨偏偏要用它做馅 为了不影响口感 她仔细地将猪板油 外面的薄膜和里面的血筋去掉 那这白花花的油脂 到底如何才能成为馅料呢 这就一边揉 一边加入面和糖 加糖我能明白 但为什么加面呢 不加面就是从成团 等于得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作用 对 是吗 这又是油又是糖的 它会不会很腻呢 不腻了 不腻啊 那我一会儿一定得尝尝 吃起来又香又甜 是吗 还有点酥 还有点酥 这一说我头水都要下来 以前吧 你会觉得这个猪板油特别腻啊 揉起来会觉得手上很油 但是咱加了这个面之后 它里面是那种很柔软的感觉啊 很丝滑 它就不会有那种油腻感 不会觉得粘手啊 是啊 嗯 在面粉的帮助下 猪板油丁团结在一起 此时猪油团和面团 已经傻傻分不清了 但说好了是要做饼 这怎么有种包包子的节奏呢 何阿姨到底掌握着 哪种做饼秘籍呢 这还挺讲究啊 还得像包包子一样 对 把馅儿叠匀了 这个动作很关键啊 要叠匀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 你看这个饼最后吃起来 每一个角落都有馅儿 都会有那个味儿 是吧 是这意思 让馅儿在面皮里颠均匀 是制作饼的关键步骤 接下来要把面饼 擀到约两毫米厚 这步操作最讲究力度 千万不能让里面的 猪板油馅儿跑出来 在高温的作用下 油脂融化 被包裹在其中的气体蒸发 原本的薄饼像一个 被冲了气的气球 胖乎乎的模样 可爱极了 何阿姨告诉我 这饼叫做自油饼 是战人在冬天 抵御严寒的绝佳食物 味道怎么样 这个面包裹着 满口的糖和油 吃下去觉得特别满足 但是确实是像您说的 一点都不油腻 这就是美食 给你带来的快乐 经受了高温检验的猪板油 已经完全融化 进入面饼的每一个角落 白糖的甜 猪油的香 使得自油饼 好似一颗热量炸弹 轰炸着战人的味蕾 温暖着战人的心 历史的传承 让嫩江人 有了怀旧的老味道 这种历经沧桑 回归田园后的烟火器 平淡而真切 棒打袍子 瓢咬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广袤的白山黑水 物产丰饶 我现在所在的库尔滨河 就是黑龙江的重要之流 那库尔滨在满鱼里 就是晾鱼场的意思 这里虽然没有 五大莲池的名气 但是在丰收的季节里 黑龙江特有的三花五螺十八子 在这里也并不稀缺 看我这个装备了吗 走 打鱼去 一春库尔滨河冬季气温 可以达到零下40摄氏度 悬殊的温差 使生活在这里的鱼类 肉质细腻 滋味十分的鲜香 金秋十节是鱼儿最为肥美的时间 打开架势 开始捕鱼 我的鱼那是头发 中国 真头发 真头发 水温越低 鱼长得越慢 过年前后 能下50来度 那我反正是受不了 九个月 它长三个月 九个月需要过冬 去准备过冬能量 它每天它也是在游 一边运动 一边就健身了 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肉就更好吃 王华大哥的说法 并不是没有根据 他是最熟悉 这片水域的捕鱼高手之一 什么样的鱼 生活在什么地方 问他准没错 鱼场的秋季丰收 王大哥也请来了 自己的好朋友们 一起捕鱼 制作美食 分享丰收的喜悦 喜悦了 哇 这鱼就是真大 哇 这么大 这就是我们要的奥鱼 这鱼它其实外表上面有刺 所以说我现在不敢用手 冲锅 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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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花又名桂鱼 肉嫩 刺少 胃鲜 为了敖过漫长冬季 秋季的敖花体内 积攒了大量脂肪 是名副其实的实令人先 几位大哥说 网底下还有大家伙 随着我这个不断抓网的力度 逐渐就开始增长 发现下面应该有大鱼了 哇 哇 哇 这么难抓吗这条鱼 太大 劲儿太大了 起 这条鱼多少斤 二十 二十一 二十多斤的鱼 天哪 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过我说这条鱼 真的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鱼 太漂亮了 只有在这才有这么大的鱼吗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哇 这个场景太难见到了 太帅了 这鱼 谁抓是谁 对 狼仔猫 谁抓是谁 活蹦乱跳的 真的非常好 这条鱼 今天可真是有的吃 好 放手了 收获了 收获了 十多千克的金色鲤鱼 拎不住抱不动的大花莲 听大哥们说 这个时节 单艘船就能捕捞到一千千克的鱼 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瓢养鱼 王大哥好朋友之一的刘迅涛大哥说 要带我去自己的秘密基地 寻找一种独特的食材 为今天这桌风收宴 天口鲜 这种鲜味儿到底是什么呢 我这摸半天什么也没摸着 蚊子倒是摸着我 给我咬成筛子了 咱们找半天的找什么呀 找核仙 核仙呀 这水也看不见里面有什么呀 用手摸 用手摸呀 你这眼都能看着像猪肉 它就不是什么鲜 想吃到美味的核仙 得付出点心肚啊 就是啊 那我这摸半天都水好啊 没东西啊 摸着滑的东西 我摸着了一个硬帮帮的 什么石头啊 石头能摸好好的吗 哎 这什么呀 是那个吗 哎 你别说 你今天手气真好 咱们三人行 你第一个摸到了 运气不错 这是什么呀他叫 叫嘎啦 你要是胖的好运气 还有珍珠呢 刘大哥说的蛤蜊 其实是合棒 色白肉嫩 十分鲜美 有了这道核仙 我觉得 被蚊子钉的满身包也值了 哇 我这五个了 五个啊 一二三四五十 能生发大财了 你这 嘿 果然有啊 怎么着 你这还没抓着呢 怎么 这么半天了啊 有可能是命运问题吧 命运 你看我给你来个绝招行不行 绝招啊 对啊 你有啥绝招啊 你一枕就不会 水面是水草 水下是泥沙 难道刘大哥 还有摸合棒的绝招吗 三二一 走 一五个 三个 这么多大 有了刘大哥的 独门绝招加持 合棒那也是收获满满 渔场里巨无霸大鱼 跟河里的至鲜合棒 将会成就什么样的丰收美味呢 几位林场大哥 又要亮出什么样的 看家本领呢 这个林太小了 确实啊 就像王大哥说的 他这个里面 太紧了 有点紧 特性 特性 对对对 他的林片小 所以平时在家 您是让嫂子给做的 他做的时候多一些 我做的时候少一些 但他生气的时候 我做的多一些 好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第二步 就是要把这个塞 还有它肚子里边 这些内脏 抄出来 对 你看这个鱼真的很新鲜 它鱼这个塞还比较红了 白红 粉红色的 起锅烧油 下佐料 这么简单吗 东北的鱼 口感好 还得调料好 调料也得好是吧 行 那咱开始下锅 那这么大的鱼 是不是倒很多油啊 不用太多油 在里面鱼本身含油 把那个油温烧到 木烟 可以了啊 方刚 来 那兄弟给你做一下怎么样 你们俩的方法不一样吗 我这个方式呢 是比它先进去 这么加入它的尾部 好 这么一点一点的下锅 哇 哎呀 天哪 哇 这种煎鱼方式真没见过啊 白醋 白醋啊 白醋是有什么作用啊 哇 续芯 续芯是吧 哇 这盐我都看不见的镜头啊 花莲从背部改刀 在热油中打着口 鱼皮迅速收紧 颜色逐渐微黄 鱼肉在热油的激发下 本身的鲜味迸发出来 此时葱 姜 蒜 辣椒 依次入锅 大哥们认为 最简单的调味 最能体现鱼本身的鲜 十多千克的花莲 需要炖煮二十多分钟 使汤汁渗透进 每一层鱼肉中 哎呦 见证美味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已经不行了 来吧 哇 这鱼味道 真香啊 而且这个汤 还真是有点奶白色 对啊 稍微微泛黄 那这鱼什么时候出锅啊 现在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等会出锅啊 我还有插一张佐料 本地特有的 我带你去看看啊 我得加个佐料 哎呀 还有个哪少东西呢 你看 这哥俩各有各的绝活啊 我今天高地看看什么东西啊 店 哎呦 这是什么呀 这花啊 不是椰草 这是霍香 哦 霍香啊 哦 这我知道 这名字听过 呗呗 哇 这是霍香那个叶啊 哇 好香啊 真挺香的 霍香啊 这个是炖鱼去腥最厉害的东西 行 好了 走 哎呀 我感觉你这真是有手艺啊 你们俩可以说在一块天下无敌啊 别说啊 王子 这个东西浪里边这味儿马上就变了 哇 霍香进去感觉 是不是味道不一样 味道更鲜了 而且真是完全没有腥味了 祖传绝技也没够的 霍香很早就被人们用鱼烹饪鱼鲜 它可以使本身极鲜的鱼 在鲜之上又多了一层清新之味 鱼不仅是当地人经济致富的物产 更是从小到大的家乡味道 沙生鱼就是一道口味极重 外地人不敢尝试的美味 熬花是这道美食的主角 这个鱼我是记忆犹新的 因为我当时是没敢摸 它那个后面那个刺不是说有毒是怎么着 有毒 确实有毒 而且这个刺把扎到人的肉中 很疼 第一是疼 第二它就慢慢有个红毒 所以说想吃到美味没那么简单 咱得一步一步来 鲜鱼横向切成薄片 白醋进行第一轮清洗 使鱼片的外观更加营亮 加入芥末油 彩椒 葱丝 香菜 为这道极鲜的美味 添上一抹辛辣之味 这是独属于依春的味道 大哥们说啊 每年丰收季等不着做熟了 都是吃生鱼解馋 接下来大哥们要开始料理硬骨头 这盒棒我还没跟你学怎么开盖呢 它这里边有一个叫瑶柱 瑶柱 把它紧紧地把它俩是吸到一起 用刀尖插进去 把瑶柱擀开 你看这词用的擀开你看 说白的就是割开 割开对割开啊 哎呦这刀有点快 我一刀不敢使劲 没事慢慢的 哇加爽了加爽了 哎呦 我帮你这样 哎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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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汉不得自己手劲 再来 哎呦一二 哎呀 你看要不要自己手劲 还开不开呢 哇这张力这么大 他这隔红了都已经啊 怪不得我这个用手掰掰不开了 真的 你大力士大力士你也掰不开啊 摸合棒要靠一双手 吃合棒那得靠一根粗木棍 这是做什么用的 你不会是要砸它吧 你说的太对了 轻轻打完了之后 得掌握这个手上的劲儿 嗯 还是挺有物性 你这个物性非常高 非常非常地高 市民味道调查员 这点物性还是得有啊 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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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所以我们要尽量 给它敲得又扁又平 对对对对 我这小舌头你看敲得也挺均匀的 对不对那均匀 合棒肉质鲜嫩 但是做不好就会咬不动 所以木棍的使命就来了 木棍轻杂棒肉 使棒肉之间的纤维松解 使口感十分鲜嫩 热油爆炒合棒丝 加入辣椒 简单调味迅速翻炒 合棒的鲜就抑制不住地 冲向了鼻尖 每年丰收都是临场人的欢聚 哎呀丰收快乐啊 丰收快乐 丰收快乐啊 尝尝那个 来 喝 非常筋道 非常鲜 吃起来真的很像啊 哇 完全我都不想不想说话了 我只想享受美食这个 哎呀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是吧 嗯 这都是我们的创新 哇 行 今天咱们这顿饭充分表达了我们 战天斗地之后这种乐观景 我们除了这个看山手山之外 我们还在经营我们这些森林水 我觉得在你们的不限努力之下 我相信这片山水就变得越来越好 一个玻璃瓶 一个矿泉水瓶 制作的捕鱼神器 真的能收获核中至鲜吗 核站了乌鸡的窝了呀 你给人家乌鸡赶出来了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金秋时节 河里的小鲜和地上的大秦 都到了最肥美的时候 这不 关岳东大哥 今天要用小时候的捕鱼方式 来收获核中至鲜 带小朋友们体会自己的童年乐趣 这个小时候的捕鱼方式是什么呢 又能制作成什么美味呢 这是咱自己制的这个小楼罐 拿这个抓鱼 里面放点石 你这弄得跟一个露斗一样是吧 对 它讨金不好出 你进去给这玩意出不来了 这是请鱼入瓮相当于 是吧 讨金就出不来了 对 讨金就出不来了 没事我带着我儿子玩小朋友 我们几个就在山上里抓着鱼 真好 一个玻璃瓶 一个矿泉水瓶 这就是一个简易的捕鱼神器 每年这个时候 一春的大朋友 小朋友 都会三五成群地 在河边捕鱼细耍 但是这种方式 真的能收获河中至鲜吗 这条小鸡它水流这么急 那鱼好进去吗 这个咱们是有选择性的 放了一个罐 有人说这个 七上八下嘛 这鱼角 七月份是这个鱼 向上顶 向上顶水 拔的份是顺水往下游 这水源往下流的时候 过程当中呢 我找一个好水源好的地方 对 把瓶子一下 就做个陷阱相当于 就它闻见这个味 它就寻着味来是吧 这个差不多吧 可以 可以吧 你这个是怎么带上来的 放到一个瓶 大成十字花 小营梦就给欠进去了 对 走 咱们去下陷阱 先下点水 对 增加它的重量 然后这个船 咱们就放外面上门去了 随便 或者寄到个小草上 就完全可以的 然后给它寄个草上 对 你过来干嘛 我这儿没有鱼 真有 这么抓还鱼头一回见 小朋友这什么鱼 知道吗 这就是正常的柳根 别看柳根鱼个头小 但是常年生活在寒冷水域的它 肉汁丰满 肥嫩 加 十分鲜美 可以说是鱼中的真品 柳根要制作成什么美味 还不清楚 关大哥带着我 又来到了林子里 他说 柳根是小河小溪中的质仙 现在要找的是森林中的新鲜 那会是什么呢 在里全是宝 这是这山里 你别说什么都可能有 对 你看 这还有几颗 这还有 哪个呀 这这么多 我也看不出来哪个呀 这一颗 这个带着刺儿这个 对 刺武家叶 刺武家又叫武家参 是武家科的一种带刺灌木 它经常被作为人参替代品 初春 刺武家冒出嫩叶 金秋十月 正是采摘刺武家的好季节 有着芳香味的刺武家 也是当地人制作美食 不可少的调味品 对于我来说 这种满身是刺的刺武家 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吃的美味 那咱们为什么要这种叶 它这个叶子得给一种香 它这个刺可以看到就是跟那个仙人长得差不多 主干上 对 跟小毛刺 但咱们用那个食材主要是用它的叶 主要用个叶 现在可能稍晚了一点 如果要再找一些的话 它只长到尖 咱们大高高小芽 咱们就可以摆到尖上面的芽 直接就取出来 比这个还嫩 是吧 那这个东西是咱们是给取得越嫩越好 是吧 对 这个你尝 这少点 小点 好 这个小小个子的叶子 我们尝一尝 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个小叶子吃起来有点点 清香的那种薄荷的味道 有一点点清凉的薄荷的味道 然后吃起来就感觉很清爽 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还稍微有点略苦 一般的东西不是回甘吗 咱就是回苦 对吗 这个叶子有点回苦 小河小溪中收获的柳根 林中收获的刺武家 关大哥还是没有回去的意思 他说 这个时间地上有一种家禽 他制作的美味 有这个时节独有的肉汁香 这个家禽是什么呢 拦住 这乌鸡吗这是 这鹅占了乌鸡的窝了 你给人家乌鸡赶出来了 咱到底是抓鹅还是抓鸡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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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鹅应该心里非常的害怕 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 累死我了 跑落气管都疼去了 走吧 柳根鱼 鹅肉 刺武家 都是一春金秋时节不可错过的香煎滋味 今天 关大哥要用这些家常味道犒劳家人 最先上场的就是鹅肉 鹅肉在江西是餐桌宠儿 白斩 辣豹是它的最佳打开方式 那在一春 鹅肉要怎么料理才最香呢 大铁锅靠大鹅味道不一定香 它中间这个躯干是最难处理的 对 这个位置最硬的 最硬的 这种锅做出来这个鹅肉太香了 这焯水需要加点别的东西吗 加点白酒 白酒啊 鹅肉很腥吗 大鹅多么好就腥 噢 吐腥味是吧 对 鹅肉本身偏腥 焯水就十分重要了 白酒可以使鹅肉除去血沫 去腥增香 焯过水的鹅肉会更加紧实 在一春 鹅肉到底要怎么制作呢 怎么这个铁锅靠大鹅呢 就加油炒是吧 要把它靠干 靠干呀 就把鹅油都靠出来是吧 在一春啊 制作鹅肉的锅具 一定要选铁锅 因为导热快 制作的方法 首选 靠 铁锅中不加油 直接下鹅肉和调料 在小火中不断地翻炒 鹅肉中的油脂 水分都被渐渐逼出 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啊 这个鹅肉啊 经过我们这个 铁锅靠过之后呢 这个颜色有点金黄 非常好看 这个铁锅倒热的速度非常快 它可以迅速地把这个油给靠出来 我们这个 刚才这个菜 是一点水都没加的 但是它依然能够 现在出了非常多的水 证明什么呢 证明鹅上那个鹅油就在煎出来了 当鹅肉比刚下锅的时候缩小了一圈 色泽十分金黄时就可以加水炖煮 让调味料更多地渗透进鹅肉中 小火慢煮直到汤汁收干 你们现在知不知道什么叫 铁锅靠大鹅吧 靠大鹅就是把汤靠煤了 对 把汤靠煤 把这个鹅靠熟就行了 靠干 靠干得了 铁锅靠大鹅会使鹅肉清爽不油腻 表皮焦脆有嚼劲 鹅肉十分入味 粗放豪迈的东北烹饪方法 将鹅肉的鲜美全部锁回了鹅肉本身 铁锅靠大鹅 今秋时节家家户户贴秋标的不二之选 除了鹅肉 关大哥还将制作一道极具童年记忆的美食 鱼头去掉了 管剩鱼肉 就一根刺 就一根 从头到尾就一根刺 到尖 一刮 我试一下 确实可以看到这个鱼 确实就只有一根刺 给它爆香一下是吧 对 把鱼的肉给一切炒一下 放点点灰香 这个是提香味的时候 对 先放一种 放一点 好 放一点 柳根鱼去皮瓜绒 细嫩的鱼绒在大火的翻炒下 变得干香酥脆 粒粒分明 再加入霍香提鲜 这道炒鱼毛是当地人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所餐美食 除了炒鱼毛 煎柳根也是当地人不能忘却的滋味 这个越是小的鱼 它这个肉质越嫩 然后吃起来了口感会更好一些 更入味是吧 对 这个小鱼咱们得注意火候 煎坏了就不行 热锅 凉油 整条柳根裹上淀粉 煎到通体金黄 外表焦香酥脆 魅力细腻鲜香 此时一缕独特的香味 引起了我的好奇 这是刷啥呢 花树枝啊 哎呀好香啊 你这烤的什么肉 羊排啊 这羊排为什么得用花树枝啊 它这个花树枝有这么甜度 而且它能让在外面这羊排 颜色更咸艳 要化上这儿的汁水一层一层 就渗透进去 是吧 哎呀天啊 我这寻着这个香味我就出来了 太了啊 马上就要好了 不行了 脑壁也尝了 花树枝是从白花树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透明液体 在当地被称为神奇的树水 清裂甘甜的花树枝涂抹在肥嫩的羊排之上 浓郁的肉香与花树枝的清香在炭火中完美融合 花树枝烤羊排也是金秋时节的鲜美滋味 刺物加焯水 盐 蒜末 芝麻油简单调拌 淡淡的苦味中满满都是金秋的爽口 快烫手呢 大丰丰来了 我认识啊 哎呀大丰丰啊 你看 哇 哇 我觉得你们这吃的啊真是啊 不缺啊 东北就不缺吃的 山里全是饱吗 是吧 咱哥来烙了 所以说这个信手年代的食材 它往往是最能激发食物本身的那种味道 我要是生活在这真的 天天吃你爸爸做的饭 我估计啊 可能再做味道调查 我就是一个胖胖的调查员了 香不香 香不香 小朋友好不好吃啊 就是说大豆一下来 年时候吃完大豆 那几个人 整了这个磁带吧 看着一粒一粒掉 每掉一粒黄豆都得起 就感觉累了一年了 终于到水上了 对对对 金钱 你熬过了冬天的风冻 熬过了春天的新生 熬过夏天的酷热之后 到秋山终于再收获了 画树枝烤羊排还是刺武家 都是寻常人家的寻常滋味 也是一春人刻进骨子里的香愁 三十米高的树上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山林真品 我直接下个口 这些山林真品能顺利获得吗 可以了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金秋时节正是赶山的好季节 有藏在地上的鲜梅 有挂在树上的山针 要想探路寻宝 需要一位了解山林的人 徐一平大姐是我的美食向导 咱那山上那个蘑菇特别多 有好几种 这个挺漂亮的 对 你看这个看起来 你看颜色特别鲜艺 没 hết 我好像给你 推荐了 我不用打开 喝 Oz 不然我 push 私信 sehr 是啊 我们要寻找的 是这个时节 最鲜美的一种菌菇 多生长于茂密的林区 外形像鸡腿 质感像鸡丝 这种菌菇 只有一个月的采摘期 所以非常珍贵 我们能够顺利找到吗 大姐 这蘑菇挺漂亮的 这是灵芝 你看 通体是发红色 摸起来非常光滑 这么宝的宝贝 让我给摸着 那这个灵芝一般长到什么位置 就这树根上吗 对 一般的灵芝都在树上 树根上是树得多 但是这个玩意儿特别难找 太好了 我今天运气不错 那走吧 虽然还没找到 徐大姐说的特别珍贵的菌菇 却意外遇到了灵芝 这也是不小的收获 收获了灵芝 徐大姐把目光竟然转向了树上 难道树上是隐藏着什么 鲜美的食材吗 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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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人啊 往哪儿呢 我都没看见 真的 我都没想到 你看 我以为你对空气说话 张成 下来吧 你慢点啊 慢点啊 大哥 你这身手这么矫健 大哥 年轻吗 年轻的 你看 我目测这个树高三十多米 这位从天而降的张增辰大哥是位爬树高手 他迅速消失在层层之夜间又闪现回来 树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鲜美呢 我看你这是怎么上去的呀 大姐你经常见这种场面是吧 对 就上去吧 哇 说大哥你这如履平地感觉 真是如履平地 因为我现在看到它 就是每一步 一步是一步 就能往前走去 感觉这个树就是个平面一样 生活在林场的张大哥从小跟树打交道 爬树就是他们从小到大的玩耍方式 至于树上有什么宝贝 张大哥让我自己上树瞧一瞧 穿这个脚渣子 脚渣子 专用工具 这个往树上一打 哦 明白了 哦 脚往上一蹬就咔咔上去了 对 腰上是不是还得绑个绳子 腰上绑个绳子 我看你这手里还拿个杆刚才是吧 对 多长啊这杆啊 9米 9米啊 那咱们往上走的时候 你看您又得拿着杆 又得那个爬 这个是不是挺分神啊 挂屁股后边就可以了 哦 这可以挂屁股后边 先锁短 先锁短啊 我帮您弄 最多的时候瘦到一米多 啊 慢点 哇 直接加个口 完了 受工伤了 哇 我现在居然还有点兴奋啊 爬不上我会喊救命啊 你喊救命我也出不了你啊 试试啊 慢点啊 还真可以 你啊 可以了 我的杆都快吓出来了 不行了 不敢上了 我害怕了 我现在杆都串了 不行了 这个还真的是专业的人来 每年的十月 都是收获松塔的季节 但是人们要想获得这种松塔 十分的不容易 需要打松塔人 带着长棍子 爬到树上去打松塔 褪去松塔外面的油脂果皮 就是松子 包开松子坚硬外壳 里面才是松仁 松仁跟我们要寻找的菌菇 会成就什么样的美味呢 来 小苍 你看 这就有小脑花 大猪腿 反正说的就叫鸡腿磨 这意思 就是它长得有点像鸡腿 对 可以看看 它这个磨也不大 对 而且下面这个根也不是特别深 对 这个我们采的最佳 咱是不是得辨别辨别 就是你看 你看这种黄色 这个蘑菇不是吧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黑鸡腿 就是说鸡腿 然后分两类 确实可以看出来 这个颜色稍微深点 我们管它叫黑鸡腿 对 这个白点叫白鸡腿 对 白的比黑的嫩臭点 我终于在这个山林当中 找到能吃的蘑菇了 采过了黄金的地方 就是杀的放过的 它才长这种蘑菇 这个山林以前能采过黄金 对 都是采黄金的 这种蘑菇就是特别稀有 所以这个小小的蘑菇 这么可爱的蘑菇呢 我们需要 得寻找一下 对 寻找 是金秋十节才有的珍贵鲜味 收获了野生鸡腿膜 我们又找到了另一种菌菇 但是它必须要用棍子 才能采摘到 它是什么呢 那咱找什么呢 咱找到 找到我再告诉你 哦 我看看这有什么 我没见过的东西 小超你看那是啥 哎 你看的叫啥 这不好猜吧 这是白菇 不是 这叫猴头骨 哦 猴头骨 对 一点点推 哎 漂亮 哇 这摸起来还挺好的 特别可爱啊 对 你看平时吃过这东西啊 真是没见过 更不知道怎么踩 一碰这个根 你看一推 对 哎 好 下达了 哎呀 正好掉框里了 这一框山珍 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卖啊 必须咱们今天给它销化了 给你吃点啊 好啊 松人 野生鸡腿膜 猴头菇 草膜 森林中的各色鲜美 已经被我一篮子收获 如此丰盛的食材 徐大姐到底要制作 什么样的美味呢 小溜达筋炖鸡腿膜 小溜达筋 对 它是前天溜达的 对啊 很形象我觉得 冷水下锅 焯去鸡肉的浮沫 葱 姜 八角 去腥提鲜 热油炒出 东北小溜达鸡的鲜香 黑白两种鸡腿膜的加入 为这锅东北名菜 小鸡炖蘑菇 带来了别样的浓郁滋味 加水 小火慢炖30分钟 徐大姐说啊 它做的小鸡炖野生鸡腿膜 特别受欢迎 是因为里面有一道秘方 这鸡腿肝也很好吃 这鸡腿肝也很美味 这鸡腿肝也很美味 非常好吃 蓝莓 把它泡的酒 临出锅的时候 鸡已经是鸡里头 它提前 徐大姐每年都要将蓝莓 山梨 五味子 树莓 山葡萄 各式各样的鲜果与酒融合 泡制成各色果酒 小鸡炖野生鸡腿模 临出锅前加入蓝莓果酒 这是她制作的小鸡炖蘑菇 有浓郁果香的独家秘方 在一春 俊菇除了和肉是搭档 和松仁那也是好朋友 大姐 咱们这里面加什么 咱这里加的是炒馍 炒馍 那炒馍在哪了 这炒馍在这 这什么是炒馍 这就是炒馍打的粉 把它咱们加到这个面里 你把这个炒馍打成粉了 相机的我小时候玩 玩相比尼的时候 咱们再和一点油面 哦 完了一会儿 擀上饼 水面包油面 水面包油面 卷起来 卷起来 对 哦 这都卷起来 这卷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包的油酥吗 它起层 哦 要起层 切成小剂子 哦 这还是小剂子啊大姐 跟咱们平时包饺子 那剂子可不一样 一层水面 一层油面 一层水面 一层油面 包起来 你看 这可爱啊 面粉 完了把芝麻和花生倒进去 全进去啊 对 放点白糖 好 捏上点松仁 捏点松仁 对 完了你这一弄不会的 嗯 行 也能堵上可能是吧 这个可以看出来 我这个手法 非常的生疏了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啊 你看两个眼睛 下面是一圈 是一个嘴 感觉这个笑容 还挺邪魅的 对 挺漂亮 像那个小丑似的 是吧 草膜打成粉 和白面 水混合 制作成带有 清香之味的水面团 豆油混合白面 制作成油面团 松子和白面 白糖香混合 制作成甜如蜜的馅 水面包裹油面 开酥分层 包裹上甜如蜜的馅 上锅煎制 手艺太香了 而且你这手艺真不错 而且现在我闻到的是 非常香的这种面香味 配合一点点芝麻的 这种香味 对 用这个饼撑啊 给它烙的时候 烙掉了一颗牙感觉 确实很香 面香的味道 配合芝麻香的味道 吃起来特别酥脆 外皮非常酥脆 而且里边这个 馅感觉特别甜 对 吃起来感觉特别幸福啊 太香了 感觉你的手艺棒 怎么样 香吧 好 甜香 我们每次都是做完了 你再过来 尝尝 过来帮吧 我手艺还行 好 做好了不能帮我拉一下 对 快来吃一个 大瓜要来了 这那鲜味来着 小碗吧 由煎草膜松仁饼 煎到两面金黄 丝丝飘香 一口酥脆 唇齿留香 采摘的猴头菇 切片 胎粉 油炸 酥脆的外衣之下 猴头菇的鲜美 被牢牢的锁在了 蓬松的外衣之下 白糖和蓝莓酱融合 浇到猴头菇上 成就这道菜 最爽口的甜蜜 你看啊 咱们这个草膜松仁饼 配合小鸡炖蘑菇 一口松仁饼 一口鸡肉 对 咱们感觉一下 这种混合的口感 会怎么样 吃吃吃 哇香 酸甜那种口感 哎 你别说还真是这个 锅包肉的口味 对 大哥你会做菜吗 我会 也会 有点不多 也会 不如这两位是吧 我要比他俩好 算你做的 有道理啊 今天这真是 人不楼天流 希望小草包 我们这多待 你看天气都不让你走 时情时雨 是大森林 独特的馈赠和挽留 徐大姐的临终之宴 是丰收滋味 更是朋友们举杯同庆的 欢庆味道 一桌鲜猪肉 三口大铁锅 烹制出什么样的 金秋好风味 不同部位的猪肉 怎么制作才最香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黑土地上 有一道菜最为豪横 每逢佳节 这道大菜不可或缺 它代表着丰收 喜悦团聚和回家的味道 那它到底有多豪横呢 我们一块去瞅一瞅 东北菜 那可是将热烈豪迈 发挥到了极致 刘凤英阿姨和韩国亮大叔 是最了解猪肉的人 什么部位的猪肉 怎么吃 那了然于胸 今天来了几位熟悉的客人 我母亲是这地方 一村人 她小的时候 很小很小的时候 在一村住过 从到了一村 忙活得不得了 春天采野菜 秋天采蘑菇 今天采山花椒 哪一天不忙忙碌碌的 他们从小在一村长大 长大后离开故乡 今年特地选择 在金秋时节回到故乡 体会童年时期 山野林间的乐趣 以及朝思暮想的家乡味 刘阿姨准备用 一村特有的雪珠 制作美食招待他们 抓前提 我连毛都碰不着 这都不跑 我们今天要抓的这种猪 来头可不小 血统中 可是有野猪的基因 所以当地人 给它起了个爱称雪猪 因为有野猪的基因 所以肉质十分紧致 味道十分鲜美 一片山上上千头的猪 看着挺喜人 我们能够顺利抓到吗 快快抓出来 被抓到一头猪 差点引起猪群暴动 为了安全 我们麻利的绑绳抬走 迅速离开 刘阿姨支起了三口大铁锅 还有新鲜的猪肉 这么豪迈的证实 刘阿姨到底要制作什么 豪横美食呢 买点那五花 今天当回屠夫 我吃的这块肉特别好 我吃的这块肉特别好 这块我就嘎这块 我闷得吃 这块 多钱呢 我从现在越来越感觉 自己喜欢爱肉 猪头肉皮厚 胶质重 通过卤制 使猪头酱香浓郁 做豚肉 肉质较老 纤维较长 制作回锅肉 最适合 五花肉 肥瘦间隔 是制作扣肉 粉蒸肉的好食材 刘阿姨正在给我科普 不同部位的猪肉 不同的制作方法时 突然下起了大雨 撑伞 小摊继续营业 我觉得下雨天啊 在这切猪肉 也是别让的一番感受了啊 今天我也高低感受一下 刨丁解牛的感觉 脂肪粘下来 北方就叫囊囊菜啊 囊囊菜什么东西 就是那块肉不好切 是在豆皮那块的 叫囊囊菜 你看我在东北学 都是个词儿了 不是囊囊菜啊 你看你们这儿 你们这儿管那个 鲍鱼叫奥粉 人家的小鸡儿 那么可爱 管人家的小溜达鸡 是吧 小溜达猪 这个小溜达猪 它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精彩锻炼 这块呢就是做扣肉 非常好用的一块 对对对 因为它那 有相见嘛 你看肥的有肥的 对对对 跟三明治似的 是吧 没想到今天 突然间下包 不过今天不管下什么 下冰宝也阻碍 不然我们 做杀猪菜的热情 看我们这一桌的猪肉 是不是特别馋 生的都馋了 我跟你说 我们这么大一桌的肉 必须需要这么大的锅 才对得起这些猪肉 下一步就是 看我们女主人的手艺 杠杠的是 我们这一方的名厨 名厨 今天啊 刘阿姨要用三口大铁锅 一桌鲜猪肉 制作东北 有着豪放气质的美食 杀猪菜 刘阿姨制作的杀猪菜 非常入味 她的独门秘方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葱姜 现在这里面装的是花椒 对 这花椒也是去腥味的 是吧 对 刘阿姨选择用五花肉 制作杀猪菜 先用花椒水清洗 让花椒的香气 为五花肉 进行第一轮去腥增香 清洗后的五花肉 再放到花椒水里炖煮 为五花肉增加香味 炖煮到七八成熟时 加入花椒汁 为五花肉再叠加一层香味 五花肉是杀猪菜的第一主角 血肠就是第二主角 血肠要想又香又嫩 没点绝招是不行的 先搁点猪网油 是猪哪的油 猪网油 这加的是葱吗 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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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味的是吗 葱味真香 咸蛋 啊 您就尝了 我今天是豁出去了 好吧 我就是尝一尝啊 也就能点点了啊 你看手上现在有一点点啊 尝一尝 哈哈哈哈 没事 不是 不是 真尝啊 比抓得多 你就一点点啊 那个咸蛋怎么样 倒是没有血腥味 吃多了还是留点血腥味 你看 现在这个血下去之后呢 你看 这是非常漂亮的啊 瞬间就冲进去 猪网油加入到猪血中 油脂丰厚的猪网油 会使猪血更加细滑 葱花和盐 为猪血去腥增香 调制好的猪血 灌到肠衣中 要想血肠香气十足 一定要放到猪肉汤里炖煮 才最香 七八成熟的时候 还是要放点花椒汁 进一步增加香气 热油爆香葱蒜 加入酸菜丝 酸菜的酸与油脂香 充分融合 更加激发了酸味 加水炖煮 依次放入五花肉片 和血肠块 炖煮三十分钟 肉香酸香相互融合 飘满小院 这是属于依春的味道 刘阿姨准备再量一手 先放点蜂蜜 蜂蜜 一炸这个皮吧 抛下来吧 锅里放点油 油油炸一下 哇 阿姨这个咱们给它 就过一下就行是吧 对 不能糊吧 这稍微有点糊没个儿 没事 外皮呢是炸得非常的酥脆 我们一会儿喝水呢 煮一下 还得煮一下 那皮呢就都抛下来 哦 还得煮够水是吧 对对对 过一下水 煮到七八成熟的五花肉 给肉皮涂上蜂蜜 炸到肉皮焦香 炸好的五花肉切成薄片 整齐瓦放在碗中 上锅蒸制 简单调味扣碗 扣肉就做好了 刘阿姨继续忙活制作美食 而我也不闲着 土豆烤起来 拿个棍子 拿个棍子吧 放不进去 听着咱们这下边的 劈里啪啪啪的声 听着就有烟火气息 猪肉煸炒出香味 各色蔬菜 一锅会齐 满锅沸腾的 都是团聚的热闹 灶上鲜香四溢 灶下 还有烤土豆 你不会当柴火烧 我看见了 太恨我了 太吃了 这就吃不出斯文劲了 不需要斯文 好吃一点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真的 再来一块 再来一块 这腰间弹突出了 先来个大块肉 再吃一个咱自己种的大豆角 今天咱们我觉得聚在一块也是缘分 这次吃刘姨做的这个饭 有没有有点小的时候吃那种感觉 那种味道 我们回来就是来学 回家的味道 到时候就跟在地下 一样 谢谢 好好好 没问题 欢迎 欢迎 欢迎你到湖北 谢谢 谢谢 哇 太棒了 一桌杀猪咽 热气腾腾 暖胃又暖心 这是离乡之人 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